後裏一次很難有 那怎麼查是不是同住家人能不能打疫苗 大家小心喔 這很棒的問題 10月份第二季是50到64歲也AZ 林秉書43歲年齡不符 又怎麼打到莫德納 不管是之前就是跟高委員有關係 又是核心 大家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還要遠赴台中榮總去打 剛好台中榮總院長陳院長 也在這個林秉書母親告別式的 證花名單裡面 那個狀況我還不太了解 可能應該是衛生局還是會去查核 但確實就在將近一個月前 也就是6月份立委高嘉瑜財報 幫核心喬疫苗 如果有不法 其實就是請法院去調查他 他那時候是我們診所 一位無親護醫師的男朋友 我們的成績施打原則就是以診所 還沒有施打的家人為原則 台中榮總只說一切符合規定 但沒點出到底林秉書用什麼身分打 只是如果依照小核心說法 只是所謂的男友也符合規定嗎 我們沒有用那種同居人的這樣 我們是同居家人 那樣會請地方衛生局去查 都說還要查 反倒特權疫苗爭議意外 曝光了高嘉瑜的這段戀情 真的是一場三角戀 TVBS旅國正義做橫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